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Luna好运生好运,我是妈妈Luna,我是姐姐星雨,哈喽星雨姐姐,今天是妈妈跟星雨姐姐的亲子共读时间,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一样是励志文访的书,今天的书名叫做海马爸爸,是一本非常非常感人的书,很好哭哦,所以大家最好先准备好卫生纸,因为刚刚在亲子共读之前呢, 妈妈有跟姐姐一起翻阅了一下这本书,好多章节都是一念,眼泪就会掉下来,太感动了,怎么会让人这么伤心呢,这本书,我们等一下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吧,但是呢,其实啊,哈庶明讲海马爸爸,顾名思义,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故事中的爸爸一定是像海马一样,会细心的呵护着照顾着孩子的温暖的爸爸,嗯,好让人羡慕哦, 怎么没有这么好的爸爸,我们一起来听姐姐分享这本书吧,姐姐,这本书是在讲什么样的故事啊,嗯,在讲一个,有,患有,血有,出生的时候就有血有病,然后后来又得了脑瘤的一个小男孩,然后结果但是他没有妈妈,因为他的妈妈抛下了这个家庭到美国去了,嗯哼,然后现在就有爸爸照顾他, 单亲家庭,嗯,然后主要是由爸爸在照顾小朋友,嗯,而这个小朋友呢,而且还是一个生病的孩子,那可以想见一个单亲爸爸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事,而且这爸爸很穷,因为呢,他一开始本来是知名的棒球,因为他一开始本来是知名的棒球选手,可是后来呢,因为黑球事件过后,他爸爸就被开除了, 但是他爸爸根本没有参与黑球事件,哦,那所以他爸爸有工作吗?他爸爸就是做了很多工作,例如说大,就是,都不能算,就例如当工人之类的,所以他爸爸没有固定的工作,都是打零工?嗯,我也不是很确定,但他爸爸很穷,非常穷,所以剧中的故事设定就是,单亲家庭,然后生病的小孩子,然后是,嗯,比较弱势的家庭,然后比较贫穷这样子, 嗯哼,那还有呢,你还想跟大家介绍什么,关于这本书? 嗯,然后住室中,他还有一个女记者,他还有一个女记者,跟书中的这位爸爸是一个,算是一种好朋友,嗯,然后他也非常的在乎这个孩子,嗯,然后有很多忙,他都会帮忙,嗯哼,嗯哼,然后,然后这个女记者的前男友,那女记者的前男友,他也,他也非常,他也会,嗯,他也很关心这对父子,嗯, 嗯,那所以呢?嗯,然后,他也很,他也会关心这对父子,然后也会在义小小的病情,哦,那你介绍这个人干嘛?没有啊,因为,嗯,没有啊,就是,这是里面重要的角色,哦,所以他的前,女记者的前男友也很重要,嗯,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因为他后来还有,因为他后来还有跟他联络,跟谁联络? 他的前男友啊 那,关这本书什么事啊,小小姐 就是没有,嗯,呃,女记者跟前男友联络,关我们这本海马爸爸什么事? 因为他跟前男友联络,然后那前男友帮助他去见小翔 哦,好,但是我觉得姐姐有点差题了吧,那这应该是一个小桥段不重要吧 不是,因为后来他就很常出现,因为小翔一直,因为小翔他一直脑流,一直发作,一直发作 所以呢?然后就一直住院,然后他就想要赶快去医院见小翔 嗯,所以呢?那时候他发烧就叫他来帮载他 嗯,就如此而已,嗯 好,我们主族应该要落在海马爸爸这个故事里面 那这本书呢,看完之后你有什么感想吗? 我觉得这个孩子很可怜 嗯哼 因为,就是因为血有病是一种,就是稍微轻轻撞伤 就是稍微受伤,一般人不会怎么样 但他们都会因为失血过多 他们都有非常大的危险会失血过多 嗯哼,所以呢? 然后他又患有脑瘤 所以如果他昏倒的话 然后如果说如果他不小心昏 因为他患有脑瘤所以身体不好嘛 所以如果他不小心昏倒的话 他也不能像一般人一样用电机 那他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所以这个故事让你认识了血有病吗? 嗯,对 也让我知道脑瘤的危险性 嗯哼 然后也让我感恩现在身体健康 嗯哼哼哼哼哼 OK,然后据说一开始是孩子生病 后来还发生一件孩子生病 单亲家庭,妈妈抛弃他们 然后爸爸很贫穷 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更凄惨的事情是什么? 嗯,就是爸爸得了艾滋病 爸爸得了艾滋病 为什么呢? 因为爸爸有一次在工地上班的时候遇到了大地震 嗯,然后呢,结果他有另外一个工 然后有另外一个工人,他好像被东西压到 然后全身都流了血 嗯,然后他就,然后那个爸爸就背着他 然后就背着他去治疗 就是背着那个,背着他,然后想要救他 但是没想到原来他得到 原来他背着那个人就是有艾滋病 结果那个血就全部淋在他身上 他身上也有伤口 哦,所以他是为了救人 嗯,然后没有想到救的那个人是艾滋病患者 嗯,然后艾滋病患者的血流到了爸爸的伤口 身上,碰到了身上的伤口 所以爸爸因此感染了艾滋病 没错 哇 这真的是好人没好报啊 下场太凄凉了 那问题是爸爸也生病了 那生病的孩子这个小翔怎么办 呃,由妈妈带走 可是你不是说妈妈抛弃他们了吗 嗯,对啊 可是后来妈妈不知道为什么回到了台湾 真的,然后呢,所以呢 所以妈妈是个好妈妈 我觉得她不是好妈妈 所以后来妈妈是 后来妈妈来争取抚养权 把小翔带走了吗 带去美国做治疗 对 OK,那你觉得妈妈不是好妈妈 嗯 OK,有哪一段话 可以来让听众们听到怎么样说这个妈妈不是好妈妈 我们来念念看 好,你要先讲这一段你是要介绍什么东西 你要念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那个刚刚提到那个女记者 她发现这个,她发现这个,她觉得妈妈这个坐在眼前的这个,坐在她对面的这个妈妈,觉得她心里根本不想,不是为了想要抚养小翔 小翔那个,小翔 好,我们要先交代关系 OK,今天这一段话呢,是女记者跟妈妈之间的聊天 嗯,然后她想,她在跟女记者聊,她为什么想要争取小翔的抚养权 嗯,聊天的,聊天之后呢,女记者有感而发的一段心里,心里的对话 嗯,那为什么这段对话不是爸爸听到,而是女记者听到呢 是因为女记者跟爸爸是好朋友 所以跟妈妈呢,想跟爸爸沟通 都是透过女记者来做两个人之间的桥梁 因为爸爸跟妈妈之间的感情并不好 所以呢,她是带女,她任何经营都是先跟女记者沟通 请她去帮忙说服爸爸 而现在呢,原本抛家,抛夫妻子的妈妈 从美国回来了台湾 居然想要争取一个生病的小孩的抚养权 很奇怪啊 因为当初她不要他们了 而且现在她又生病了 你为什么会突然想要他们呢 是,嗯,突然间有良心了吗 突然间变得善良了吗 结果好像姐姐说不是耶 我们来听听看,为什么呢 女记者跟她妈妈谈了之后 发现了什么样的心理秘密 我们来听听看 忽然有一种感觉 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 并不是以一个亲生母亲的身份 来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她的身份似乎就是一个生意人 没错,她就是用一种生意的态度来看待这一切 她就像她去争取一个品牌的代理权 却争取某个通路的经营权 她争取小乡 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她的占有欲 填补她精神上的某个缺憾而已 她永远不会在乎人的感受 人的忆怨 因为在她眼中 所有人都是商品 所有形式都是商业手段 这个妈妈的想法有点可怕 所以她争取她到底要干嘛 争取一个生病还是当她的战利品吗 就是她就觉得满足她的战友 因为她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很想 她就不知道为什么她突然想要一个手术 然后因为她生了 就是突然 因为她没有打算要再生小孩 因为她这个妈妈在国外已经结婚了 但她不想要再生小孩 她就突然想到我干嘛还要再生一个小孩啊 我以前在台湾就生过小孩啦 我只要把那个小孩子带来 我不就有小孩了吗 我干嘛再生一次这么辛苦 是这样的心情吗 所以于是她的想法好奇怪啊 好特殊啊 于是她就是 千方百计的要争取到这个小孩 结果目的原因是因为 她觉得要一个完整的家庭就要有小孩 但是她不想要再生一个小孩 虽然说她这样争取小孩回去抚养她是好的 可是 一开始心态出发点不是很好啦 但是结果啊 没有想到爸爸生病 后来在 所以她当初争取小孩子的时候 爸爸还没生病 就是爸爸早就生病了 只是爸爸还没发现 他是艾滋病的前夫妻 所以这个离婚的妈妈也还不知道 爸爸生病了吧 对 还不知道吗 这时候没有任何人知道 哦 OK 所以那时候她 所以她那时候还争取的时候 爸爸一定不答应吧 因为爸爸自己觉得她是健康的OK的 妈妈也不负责任 不过因为妈妈她在 她在国外变得很有钱 所以这个爸爸就是觉得 好像应该让小孩受好一点的生活 但是她又有点舍不得 哦 所以这个妈妈当初回来争取的时候 爸爸是很犹豫的 觉得说如果为了生活环境比较好 应该送到妈妈呢 可是问题是孩子是跟爸爸培养感情的啊 又觉得 应该孩子留在这里比较安全 该比较安心 所以当初这个抚养权是还在悬疑状态中 嗯 还没有决定说给谁 哦 本来就是在爸爸这啦 是说爸爸在 在犹豫说要不要让给妈妈这样子 结果我们现在故事已经发展到后面的时候 没有想到爸爸发现了 他得了艾滋病了 发现这个疾病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于是有了这接下来这一段故事 我们分享给大家 老天爷啊 你没听到我对你的哀求吗 我求你 让我看到小香复原 我求你 让我多陪小香一顶时间 这点卑微的请求 你都不肯吗 整个过程 这回脑海一直萦绕着这个意念 或者说是埋怨 他告诉自己 无论如何 一定要撑下去 绝对不能就这么死去 历经家庭变古的他 比谁都懂得失去挚爱亲人时的痛苦 那种心情 就像漂浮在空中的普攻荧花续 没有归属 没有依靠 多少次 他在夜里被这张痛彻心扉的思绪 肯实然无法入眠 多少次 看到别的同学全家和乐融融时 他只能躲在孤寂的角落 暗自垂泪 更何况 小翔对他的依赖 是远胜于他当年对家庭的寄望 其实在丁神父的最后那几天 他就感到身体不对劲了 原本如履履屏地的山路 走不到一半 就开始气坎如牛 明明没吃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却莫名其妙地拉肚子 他明显地变了小瘦 丁神父也缺他多注意身体 但他并不不以为意 没料到后果会是这么严重 爸爸答应你 一定把你训练成比爸爸还棒的投手 等小翔病好了 爸爸就会棒球场投球 没问题的 爸爸现在的球路 可比以前更刁针锐利了呢 等爸爸有能力以后 一定要跟丁神父商量 看用什么办法 把那片海岸恢复成像当年一样 到处都看到见海马游来游去的海马天堂 想到这些和小翔承诺过的约定 他的求生意念更强了 他告诉自己 绝不能就这么倒下去 绝不能让小翔成为蒲公衣的花絮 爸爸 爸妈 师父子间的心灵相通吗 还是上帝 才是上帝的刻意捉弄 就在献灰被推进急诊室急救时 小翔的病情也出现变化 小翔 小翔 我是清清阿姨啊 就是那女记者 在急诊室 并防两头跑 心如急愤的金金抓着小翔的手 试图安抚她 事实上 她觉得自己也处在边会边缘了 我看不见了 我看不见了 我要爸爸 我要爸爸 起初 金金还以为小翔是以看不见爸爸而哭闹 后来发现 好像不只是这样 小翔的眼睛是真的看不见了 嗯 然后呢 然后我们继续 是肿瘤 是肿瘤压迫到是神经 以使势力受损 过来处理的医师这么表示 嗯 这时候还在意势力吗 这位年轻的医生 似乎不是那种会绕着弯讲的话 讲话的人 如果脑瘤一直不处理的话 连命都会送掉的 你不能再婉转一点吗 清清 这是清清讲说的 即使他很清楚 这位年轻医师讲的一点都没错 小翔被送进加护病房了 和前一次不同的是 在加护病房外 并没有他最爱 也是他 也是最爱他的父亲 为他加油 打气 他的父亲 现在也和他一样 正在和死神搏斗 太可怜了 所以这时候的爸爸发现 自己得了艾滋病 而且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严重 他已经没有体力了 然后这时候的小翔呢 就是他的儿子 不但本来得了白血病 现在还 是血有病 血有病 然后现在还发现到 脑瘤压迫到世神经 所以血有病不但也没有治 血有病不能治嘛 所以血有病的状态 病态还是在 但是现在小翔眼睛也看不见了 所以父子两个人 现在都陷入到了 人生黑暗的谷底耶 哇 那最后怎么办呢 来我们来看看 那后来呢 后来呢 既然现在这样子的话 爸爸决定 这个抚养权要给妈妈 还是自己留下来呢 是给妈妈 所以因为生病的关系 不得已的 无奈的 所以把最爱的孩子 让给妈妈去抚养 虽然他明知妈妈 并不是因为想要 并不是因为爱这孩子 他这个妈妈 他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知道 也可能不知道 嗯哼 OK 总之 他这时候有时候又突然间 好险 有这个妈妈 而且好险 这个妈妈的经济状况很好 因为他掉到了金回去 对 虽然说妈妈一开始的心态 很诡异 很奇怪 很不正当 但是至少这个时机 反而妈妈是一个 是像天使一样出现 因为不但 表示小翔之后有人照顾 而且是亲妈妈照顾 而且是在 很好的经济状况下照顾 我相信经济状况好很重要 是因为他是一个生病的小孩子 他需要很庞大的经济 支援着他 然后做照顾医疗的工作 嗯 那爸爸要很无奈把这孩子送走 那孩子愿意走吗 还是是爸爸 还是孩子 还是爸爸是跟孩子讲了真实的状态 嗯 孩子其实不想离开爸爸 孩子不想离开爸爸 所以孩子知道爸爸生病了 快要死掉了吗 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 那是怎么把他送走的呢 怎么把他送走的呢 嗯 他怎么让孩子离开 他怎么跟孩子讲 就是 是骗他吗 就是很坚决就是把孩子送走 因为他怕自己也会想哭 也会舍不得 对 但是他怎么让孩子知道要离开 就是 他是 他没有让孩子知道他生病 嗯 有还没有 没有 没有 那他只是用什么样的借口 把孩子送到娃娃那呢 因为总要跟孩子沟通啊 他也不让孩子知道他生病 那他是骗孩子吗 嗯 就是 哇 那所以爸爸因为知道自己生病了 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他最后做的决定是 把这个孩子交给妈妈扶养 可是问题是 这个孩子跟爸爸的感情很好啊 那他是怎么样说服这个孩子的呢 他们是有这样子的一段话 小翔 辉哥好像准备切入正题了 他的语气变得正重了 以后 爸爸可能没时间再陪你了 想想听了 现实一论 接着也露出天真的笑容 我知道 职业职棒球员都要到处跑来跑去参加比赛 没关系 我会自己照顾我自己的 爸爸的意思是说 往后 爸爸没办法待在你身边了 虽然声音很微弱 但辉哥确实字字说得清清楚楚 为什么 小翔 小翔 不要这样子 看他这么激动的样子 我还真怕他把头上的手术绷带给摇掉 我赶紧抱紧他 为什么 小翔开始很伤心的哭了 为什么我生病时 爸爸都陪在我身边 现在我的病好了 爸爸就不要我了 如果是这样 我宁愿一直生病 我都不要好 说完就更伤心的哭了 哭得根本没办法言语 小翔 你怎么可以这么不懂事 灰哥这些女后 让房里的人都愣住了 自从他生病后 应该说 从我认识他以来 都没这么大声的说话话 都没听过 连 都没听过 都没听过他这么大声的说话 连小翔都被他吓得 暂时停止哭泣了 你一直跟着我 会害我没办法专心打球 你知不知道 灰哥此时的沉重呼吸声 不知道是病情 或怒气引发的 如果你的这点都不能了解 就没有资格再叫我爸爸 他说完 就做事要转动轮椅离开 哇 所以爸爸这时候是假装心狠 就是强 也没有要说道理了 意思就是强迫这小孩子说 你去跟着妈妈 因为妈妈比较有钱 你跟他在一起 会生活的比较好 就是离开 你在我身边只是拖累我 你生病要花这么多钱照顾 你去跟着你妈妈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吧 所以小孩子是被迫的离开 而离开的时候呢 小孩子其实当然调试的不好 毕竟他从小不是跟妈妈生活的嘛 所以呢 又了一段好可怜的来了 我们来分享到 他到了美国之后 打电话给爸爸的桥段吗 是吗 这一段 不是就是 他爸爸假装 爸爸爸爸又回去球场打球 然后呢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 那个女记者带着小翔去看爸爸 嗯 然后呢 因为这一段是他跟爸爸的对话 所以他见 看到了爸爸 对 跟爸爸的对话吗 就是 对那时候 他就是他们用那种 那种耳朵 画在耳朵上那种麦克风 嗯 去对话 嗯哼 所以爸爸假装他要去打球 我也不确定他 好 OK 我们刚刚分享到 最后爸爸决定把小翔交给妈妈照顾 然后呢 最后再两个人 呃 要把小翔送到美国之前 他们有一段很 让人很感动的通话 我们来听听看这段故事 爸爸 小翔的声音带着重重的哭腔 一个多月 没听到他最想念的声音 可以想见他此刻有多么的激动 你不乖哦 怎么偷偷的跑走 害妈妈担心呢 爸爸 因为 因为我想看你啊 以后不可以这么任性 知道吗 小翔抽一折点点头 抽掖着 抽掖着点点头 去了美国之后 一定要乖乖听话 不要做出丢脸的事 爸爸 我一点都不想去美国 我想留在这里 跟你在一起 才叫你不可以这么任性 又忘了吗 这语气中充满着迅速的味道 小翔不敢再为你 他低着头 从背带里面抽出一张像卡片的纸张 我想把这个拿给你 有什么东西给金金阿姨就好啊 我也有东西要给你啊 就像交换礼物似的 我借过小翔的卡片 小翔则借过我 递给他的蓝色笔记本 你一定要把那本笔记本交给妈妈哦 知道吗 他命令着 小翔点点头 好了 爸爸还要比赛 你可以去机场了 不要让妈妈等太久 听到爸爸这么说 小翔又伤心的擦了擦眼泪 爸爸 我能不能等到比赛结束 让我看看你吗 不行 再等下去 飞机就要飞走了 你现在马上就走 爸爸 面对父亲鼓起的命令 小翔只有不断的戳起着 哭什么 他并没有因为孩子的哭泣而心软 他反而是用更强硬的语气 你不是和爸爸约好 要成为比爸爸更棒的投手吗 要成为投手的人怎么能哭 听到这番话语 小翔只得努力忍着生痛的情绪 但这怎么是一个九岁小孩所做得到的呢 也许真的太勉强了 他不仅咳嗽了 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爸爸 他努力的压制寝室 不让自己哭出来 这问题让那边沉默了好久 那就等你正式成为职棒投手 回来这里和我对战的时候吧 这回答让小翔愣住了 他连忙说 爸 我现在才九岁啊 那要等多久 那就看你咯 爸爸22岁的时候就登上职棒的投手版耶 你如果肯努力的话 也许18岁就可以啦 还有九年 那时候爸爸我才45岁啊 放心 我还是能继续投下去的 爸爸 记得我们的约定哦 如果不行的话 你干脆忘了我 忘掉这里的一切 听到这里 小翔再也掩饰不了 压抑不了了 他又开始哭了 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 刺滑了下来 你看到后面的出口了吗 你刚刚就是从那里走下来的啊 小翔回头 又转过头来 对着灰哥的方向点点头 那里就是本磊 你现在是三磊跑者 我是教练 等我下达跑磊指令的时候呢 你就要头也不回的往本磊跑 跑到我看不见为止 爸爸 听到没有 小翔无奈的朝灰哥点点头 现在先把耳机还给金青阿姨 小翔边哭着 便把耳机交给我 我们此眼交会的对望着 但是我们既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小翔又看向灰哥的方向 灰哥突然伸手 指向出口的方向 几乎在同时 场上的海马队打着 打出 海马队打着 做出触击 三磊跑着 三磊跑着 闷着头就往本磊冲 这时 小翔也转过身 拼命地往出口跑去 哇 哇 在高峰辈的喧哗声中 我听到小翔心碎的哭声 小翔 我想这样大喊 相信在休息室的慧哥也跟我一样 可是我们都知道 我们绝对不可以这么做 因为就像得到强迫取分指令的跑者 他只能一直往前冲 绝对不能回头 我是辉哥 我是 辉哥是 小翔也是 哇 太感动了 这本书太好哭了 大家在听的时候有哭出来了吗 其实我们在念的时候 眼眶都是红红的了 所以看得出来 这爸爸其实真的很爱这个小孩 他真的是强迫自己把小孩送走 因为太多的不得不了 而且他也 所以他是隐瞒的病情 让他把小孩子送走 因为怕小孩子去了那里以后 会心里有太多的纠结 会太多的不舍 我觉得有一段话让我特别难过 他说 那你才九年 你回来的时候爸爸才四十五岁 还能打 其实我们 我们在看的时候 看书的读者都知道 爸爸自己也知道 那时候的他应该已经不在了 所以他才跟他讲说 如果你做不到 你干脆忘了我 忘了这里的一切 他其实应该想跟孩子说 你不如就忘了我吧 我怕你对 你跟我的回忆 会拖累了你 太感动了 太感动了 尤其是我觉得最后一段话 写得很好 他说 就像强迫取分的 就像得到强迫 强迫取分指令的跑者 就是你一定要跑才能得到分数的跑者 你不能够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也不能够有任何的犹豫 你只能往前跑 因为才能得分 因为往前跑才是你们唯一的方向 就像现在的小翔 被爸爸命令着 规定着 只能往出口跑 往机场跑 往妈妈的怀里跑 爸爸也是只能往前跑 跑着去治疗啊 那金金阿姨也是啊 只能人生路继续走下去啊 至少他还可以 看顾着这个孩子 是否健康长大 可是他们都没有回头路了 一旦决定做了 这是对人生最好的决定 重视很无奈 重视很悲伤 还是要去完成它 哇 这本书真的好棒哦 真的是好让人感动的海马爸爸哦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话 可以分享给大家 因为这本书真的很好看 OK 所以其实这本书 他为什么取名叫海马爸爸 我想大家现在已经知道 因为真的是一个 充满了父爱的爸爸 而且很细心呵护孩子长大的爸爸 而最后这爸爸的结局是什么呢 我们就如我们刚刚读者 我们猜测的一样 爸爸应该是活不到九年了啦 没有办法再活九年了 最后这一段录呢 他是这么写着的 灰哥 小翔已经平平安安的到美国 你可以放心了 曾经在建灰的耳边这么说 叮 几乎在听听说完的同时 连接建灰胸口的心电器 发出这样的声音 他的心电图画面呈现一直线 天哪他走了 他已经够累了 让他休息吧 静静平静地对赶过来 试图抢救的医护人员说 就这样 陈建灰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没有看过这么安详的仪容 高一鸣看着建灰如此说道 的确建灰的心中已经没有任何遗憾了 他亲眼看到最爱的孩子成功的摆脱病魔 在昨天演出了一场最棒的球赛 给他而言 这些就足够了 因为后来呢 这个孩子呢 就送到美国跟妈妈一起生活 虽然一样有白 白什么 血有病 但是呢 他原本有脑瘤嘛 压迫了视神经这件事情治好了 至少他知道孩子现在可以是 好好的长大 然后好好的生活 所以他很放心了 因为他知道他已经命到终点了 生命已经到尽头了 这个时候其实最放心不下 只要是父母最放心不下的都是孩子 所以在晶晶就是他最好的 他的这个记者朋友 跟他抱平安孩子的平安之后呢 他就可以没有遗憾的 安心的跟这个世界说拜拜了 哇 真的好感动哦 那后面你刚刚还有什么 哪一段 嗯 而且这个爸爸到底有多认真的吧 到底跟着孩子生活啊 这一段 这一段历程是有多认真 他一直有在撰写一本叫做蓝色笔记本 这本笔记本呢 记得很多很多的小秘密哦 都是写关于什么事情 我们来听听看 他又想起在球场上交给小翔 要他转交给玉山姐的蓝色笔记本 那时晶晶知道自己理患绝症后就开始记录的 里面详详细细的记着写着小翔喜欢的食物 衣着颜色爱看的电视节目 害怕什么对什么东西过敏 谁有病该注意的事项 即使电灰接近生命尽头时 当父母啊 一样想的都不是自己 一样最在意是还遗留在人世间的孩子 他们要怎么生活 所以他很担心说 即将到美国跟妈妈一起生活的小翔 嗯 妈妈会照顾的不好 因为毕竟妈妈没有跟他从小一起生活嘛 那这样这孩子又 有疾病在身 所以他写了好多好多的孩子的小细节哦 希望这孩子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 太感动了 这爸爸做的跟一般 很呵护孩子的妈妈一模一样好耶 对不对姐姐 甚至有可能更好 嗯 不一定 我觉得很多妈妈也是一样 这么认真的在照顾孩子 是不是 像你的妈妈不就是吗 好 这本书真的很好看 很好哭哦 如果你想要 看找一本很温馨 很好看的书 想要让孩子知道 嗯 心情有多伟大 我觉得这本书很推荐 那尤其是你想要让孩子知道说 父爱也可以很伟大 这本书更是推荐 推荐给大家海马爸爸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一起说拜拜吧 拜拜 记得订阅 并分享我们的频道哦 Luna好运生好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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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